大家早晨 每一個人買一隻錶 都有自己的原因 我今早香港早晨 想跟大家分享我買一隻 Casio 昨天入手這隻Casio 背後的原因 其實我小時候 也有不止一隻Casio 第一隻錶應該都是Casio 都是這個款 不過是全隻黑色的 黑色膠帶 讀書的時候 帶的 當然帶回這隻Casio 都找回很多 童年的回憶 買這隻錶 又有一大部份是為了 自己的好奇心 出於自己的好奇心 因為我都很好奇 一隻Casio 為什麼可以今時今日去到 一萬三千多一隻Casio 都想知道 當然我不會一萬三千多 去買這隻錶 當然也要有一個超損 我才才 昨天入手 當然超損 超到多少呢 看回我之前的片段就知道 也是支持 一些小店 信和裏面一間小店 Inwash Company 這隻Casio 入手了 不過入手了之後 我才發覺原來真是很棒 尤其是在這個 迷彩做得非常之靚 我還以為還有一陣 膜微撕 原來不是的 基本上這個迷彩 雷射在這個 泰廳的殼帶上 真的做得非常之好 連華哥都讚不絕口 當然 Casio 亦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款 顏色 可以選擇 還有很多不同的設計 你都可以 玩得很開心 亦都有 我看到他們那裏 Casio的廚窗 都非常之多貨 甚至乎有一些小朋友的Casio 我都想賣幾隻給我 我的小朋友 我都想去來的童年 都有一隻Casio 就好像我自己那隻Casio 如果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我舅父送給我的 所以呢 我一直說 玩標的樂趣 真是無盡無窮 原來再去發掘一些新的牌子 自己近來都沒有去留意 或者去買的牌子 原來去嘗試 亦都會有驚喜 如果今早我問你 你買那隻標 你可不可以說出 有甚麼原因 令到你去買你那隻標 如果你的答案是 這隻標保值 那我就勸你 應該要重新再考慮 去買那隻你所謂保值的標 OK 今天星期五 希望大家有一個愉快的週末 記得 撐細標譜 撐細牌子 亦都是因自己的經濟能力 下去玩標 希望大家都可以玩標 玩得開心 拜拜